小女孩在爸爸懷中大声哭喊 她这回打的可是A型肝炎疫苗 由于A型肝炎的传染途径非常普遍 主要还是要多注意饮食方面的卫生 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吃生食 一定要煮熟的再吃 然后要记得饮用水的部分 一定要是安全的 A型肝炎主要是病毒感染 所造成的急性肝脏发炎 症状包含了发烧 倦怠 呕吐等 数天之后会发生黄胆的现象 潜伏期平均是28到30天 而预防A型肝炎最好的方式 就是施打A型肝炎疫苗 效力可以维持20年以上 而饮食饮水必须不要生食 尤其在吃生蚝跟水产被累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吃饭前跟上厕所后 要养成洗手的习惯 才可以预防粪口感染 同时也要避免口对肛门的接触 肝炎它是由粪口传染 所以在照顾的时候记得 我们把小朋友不管是做洗澡 或是做这个换尿布以后 记得我们照顾着 一定要把双手给洗干净 A型肝炎主要是借由口粪感染 容易发生在小孩身上 而从1月到3月份累积统计 得到急性病毒性A肝 在新北有24人 台中有19人 高雄有28人 案例可真不少 还是要提醒民众多多洗手 并注意饮食环境的卫生 记者廖威龄李一慧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